鞭筋 馬田台灣就像我盛行地做 本來是台灣差不多有四間至五間的劍場 其他的是玩家 我如果沒有延期下去 差不多台湾就不去了 但沒去 上去都要看台湾了 新的東西就有成功了 這種東西 現在 你要找人做的為勝敗了 然後站在爸爸的立場上 他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小孩子給他繼承嘛 對不對 不過這種東西 真是 萬一千元 當然幾位 別人做得到 你做得到 你就要準備去吃頭肉 就是說你不可以摸紙 你就要求進步 這樣對時代就對了 否則總有一天你就會被社會淘汰